狼狸 大家好 最近呢 在这里旅游啦 所以就没有 好像以前那样 日日更新 只要更新短视频呢 也有十天沒看過新聞 這個是昨天在廣州 應該是前天 在廣州和朋友玩的 一元人仔夾一次OK 兩元一元不記得 說回新聞 又看到這次又是郵文犯案 不過有一點不同 這次郵文竟然是 唐人 根據警方提供的消息 就說涉案人員為一名 叫William Lee 他是64歲的一名 傭文 那個店主 即是受害者 就是一位78歲的老人家 在唐陽街巴士打街 做裁縫店 這位姓李的郵文就進去店 就做模作樣 說三斗裏面有槍 大概是這樣 就要去 即是要勒索要錢 那位店主 那位裁縫店的老闆 都離開了自己的店 走掉了 人就沒事 應該沒有受傷 後來再回到自己店 的時候 看看有什麼不見 就發覺自己放在櫃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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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櫃 真的沒什麼新鮮櫃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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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櫃櫃�櫃櫃�櫃�櫃��櫃�櫃���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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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看到這個視頻的時候 我已經不在香港 的確如此 原理所料啦 這段錄影是我在香港的第一晚 有看我短片的朋友都知道 我最新的走向 這個時候 紐約應該是很涼爽 或者開始凍了 本身體質就是被過敏 加上有貓 很多毛 所以連睡覺都要戴口罩 但戴口罩睡覺 並不是想像中的那麼困難 出街這麼想帶來香港太熱了 整十一個月沒見了 我其實不知道貓認不認得我 但是牠對我一點都不陌生的 反應就是 好像對其他家人一樣 難得想啦 還有我要去剪頭髮 又痛苦 隨便吃飽才算 吃飽第一餐 紐約 好像沒有車仔麵 很久之前又見過有的 不知道現在法拉城有沒有 太多年都去 總之我日常走凍的地方 就沒見到啦 那碗不是我的 這一碗才是我的 我才知道 這個魚皮是 二十元一份 快快吃了兩口還可以的 浸久了當然是 不好吃啦 整個來說 這碗五十多元 不用十元美金 沒有小費 加上飲品 跟紐約差不多 或者便宜一點 不過呢 多選擇一點 例如炸魚皮 那我在紐約是沒有吃到 所以我選了他 之後呢 就上來 採洪村 探我八十多歲的 八十多歲的我 扣毛 那去年回來的時候 已經聽他們說 我採洪村要拆啦 但是 還沒有任何動靜 那看上去 還不錯啦 那很多老人現在都說 哎呀 那樓這麼好 為什麼要拆啊 那究竟為什麼要拆啊 我就 我要拆啊 好 好 好 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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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